待會啦我們會 待會啦笑一大跳 在最開始的時候 相信自己做得到的舉一下手 一位 那覺得自己好像 覺得不太有可能完成這個任務的舉一下手 我贊多數 壓力三大 開始我們討論的時候 就處在一片混亂當中 因為大家的意見塞進來 跑出去塞進來跑出去 當然要解決這件事情會有很多方法 所以我們要站在不同的人的立場上面去看 哪一種做法不會太過於 就是讓別人感覺 我們好像是故意針對他們 口語溝通能力有變好 國語還是台語 口語 口語溝通能力變得更好 感覺自己會變得比較勇敢 變得比較勇敢 怎麼說 就是會想要去跟那個人家運動 自己做完之後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然後也讓自己在比較 在過程之中變得比較善於表達 然後與人際的那個 怎麼發展也變得比較好 然後讓學校跟 就是跟社區比較有一點交集 就剛開始做的時候 一開始就會覺得 這不可能的事情 根本做不到啊 然後做了之後才發現 其實我可以做到 能力方面成長 什麼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什麼叫解決問題的能力? 就是 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啊 發現的問題 然後想辦法把它解決 YES I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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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你們 一句話啦 哈哈哈 謝謝